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众人情 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菩提心未生生气》的 三品当中的最后一品 也就是说 宣说受持菩提心品 宣说受持菩提心品当中 现在宣讲 菩萨界的前行 真行 后行里面 宣讲后行 后行当中 令自己生起化解心 令他人生起化解心当中 令自己生化解心 令自己生化解心 有分两个方面 因为成般自利而生化解心 成般离他而生化解心 当中我们现在讲 成般离他而生化解心 所以总的来讲 我们受了菩萨界以后 大家心里面 一定要有一种化解心 什么化解心都没有 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 说明你对菩提心 不一定是非常重视 如果你对《菩提心》没有重视 没有加以保护 那么以后受菩萨界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违缘的时候 不会以殊胜的对治方法来对治 所以我们一个人 如果得到了一个 非常珍贵的东西 他一直觉得 哎 我这次非常荣幸 得到了那么好的东西 他始终都是有一种保护的心 如果没有这一点 我们平时也可能不在乎 所以我们有时候 别人给你的东西也好 或者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看有些道友 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放在最保密 或者有些挂在脖子上 或者坐在箱子里面 最珍贵的东西 经常有这样的心态 一旦不在 或者一旦没有看见 你马上去寻找 千万不能掉 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认为人民币是 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始终都是 揣在这个包里面 有些人认为 什么金子 银子 作为出家人 可能这些都不是特别的重视 不知道出家人 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一般在家人 有些金子的耳环 项链 以前就这样的 现在可能稍微有一点有钱的人 对自己的什么银行卡 或者其他的一些电器 这些方面比较重视的 但是这是认为 自己在整个生活当中 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有这样的保护心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所有在家出家 大乘修行人通过各种方式来 受持了菩提心 那么受持了菩提心 我们应该说 永远都是不会退失 不要放弃 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一点我觉得 应该说是非常难得 那么下面在颂词当中 这样讲的 在这个颂词当中 讲了菩提心的功德 一方面以比喻来赞颂菩提心 另一方面 通过赞颂来了知 菩提心的珍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菩提心实际上 就是漂泊在三界轮回的 这种茫茫的路途当中的众生 依靠菩提心 他可以获得安息 可以获得修习 我们《学习大圆满信息修习大车书》 里面也已经讲了 通过十三品的教言 让众生信心获得修习 然后禅定修习当中 通过禅禅 通过安住的这种方式 来让众生的心获得了 疲惫不堪的这种心获得修习 也有这样的教言 大圆满循环修习当中 通过十二种幻化语 就是八种幻化语 或者十二种幻化语来宣说 让我们疲劳的信心修习 所以传承上师的教言当中 应该说给我们 也带来很多的 修习的窍诀 许续的窍诀 那么他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无量的众生在无始以来 在漫长的事实当中 轮回里面一直在漂泊 但漂泊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众生是非常的可怜 就是通过 在整个路道轮回当中 比如说 辛苦 苦苦 辩苦等三大苦为主的一切痛苦 整天都是折磨着 折腾着 然后没有一个安息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生起了 这一个珍贵的菩提心 从此之后不会那么疲劳 不会那么痛苦 这样 这颗菩提心的确是 它是一个非常亮快的 一种如意书一样 我们有些人在遥远的路途当中 一直去 最后比如说 天气也是特别地苦热 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有亮音的 或者是有树果的 一棵大树 那心里特别地快乐 我都记得大概在 可能是八六年的时候吧 八六年的时候 马尔卡那一带 我们去安居 安居的时候 当时到外面的一些牧区 给他们传法 传法回来的时候 从早上到大概下午 一直没有吃饭 路也特别地遥远 后来到了路边的时候 有一棵大树 在大树下面 我们开始吃了一点水果 然后休息得相当好 现在已经过了 将近二十年了 每一次在路过的时候 我看在这棵树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而且当时的这种情景 全部一摸一摸地陷在自己眼前 所以有时候我想这些比喻 也应该可以说出来 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路途当中 特别的苦恼 后来好不容易得到 这个清凉的菩提心的大树 依靠这种清凉的菩提心的大树 真实让众生获得安息 获得快乐 获得良爽 以前高僧大德的 比如说像宣藏法师 还有根登琼佩大师 他们也是去往印度的时候 当时的一些茫茫的黄土 茫茫的沙漠 还有一些 空无语人的一些谎言药等等 经过那里的时候 十种都是有一种 从他们的一些游记树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同样的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经过很长的路 在这个时候 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在那个时候 找到了一个安息的住宿 就非常的快乐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人 无始以来 到现在特别的劳累 现在遇到了 殊胜菩提心的良寿 大家也应该 有一种快乐之感吧 我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 你受了菩提心以后 从此以后对自己 按理来讲 并不是特别的重视 从此以后 你心的相续当中的 许许多多的痛苦 应该说是消失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凡是心里面所有的折磨 痛苦 折烂 而且难以忍受的这些感受 全部都应该说是 依靠我执而产生的 如果你没有我执 看看有没有这些痛苦 很多人为了家庭 为了感情 为了财富 这些痛苦全部 说来说去还是围绕自己的 因此如果我们对自己不在乎 对众生特别在乎 那可能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很快乐的 大多数的人特别痛苦 我们旁边去问一问 看看这些是 为自己而痛苦的 为他人而痛苦 我们可以再问一问 你们很多人也喜欢看 一些这样那样的书 这样那样的电影 电视 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在家人 经常看一些迷乱的东西 大多数人天天在哭 天天在伤心 他们是为自己 还是为他人 大家应该想想细细地 思维一下 真正是为了众生而 哭泣流泪的有多少人 应该可以从中得知 所以我们从此以后 不为自己 而为众生愤怒的话 那么内心当中的 这种痛苦没有的 内心当中也会带来 一种快乐 那么下面 一个偈颂当中也说是 所谓的菩提心 实际上也是救度无量众生 从恶趣当中 救度出来的 它是最好的一个苗体 最好的 或者一个桥梁 因为众生在度过这样的轮回 烦恼的 这种具有烦恼喧嚣的 江河非常困难 如果没有像 菩提心那样的桥梁 那么众生永远也是 到不到解脱的彼岸 就是根本到不到的 依靠这样的方便 才能他们顺利地 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讲过 什么时候自相续当中 生起一个无为的菩提心 从此之后你这个人 绝对不会堕入善恶趣 这是我们前面 也是给大家说过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 大家都非常可怕 会不会堕入地狱里面 堕入恶鬼当中 但是我们心里面 真的生起了这颗心 不会 即使你堕入恶趣当中 那就一贪之间 一瞬间 也会得到解脱的 我们前面也是 《世尊广传》当中也学习过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变成一个叫做迦巴吉达 那么他对当时 他自己的朋友噶玛日霸 生起了这颗菩提心 菩提刺心 然后一瞬间 马上获得善趣的果位 所以说我们相续当中 真实有了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在恶趣当中 根本不用转生 没有任何担忧 所以我们临死之前 最好不要失去菩提心 我们就这样想吧 的确是有时候 我也是始终有这种感觉 白天比如说 始终都是对自己的名声 寿命 或者是财产 这些如何如何的增长也是 对今世来世 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如果真正有用处的话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我相续的善心 有时候自己觉得有菩提心 有时候觉得没有菩提心 但这个也说不清楚的 凡是假装有菩提心吧 如果假装有菩提心 那么希望永远也不要退失 这的确是在一生当中 最大的愿望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人也老了 其他的有些 比如说什么事业 或者说其他什么样的目标 都是没有的 就是现在有一个希望 生生世世的 这个菩提心不要失去 如果是菩提心 但有时候不知道 好像心里面有一种善良的心 并不是 有时候善良也不要说 特别的恶毒 特别不好 自己也感觉自己是特别坏 但是假使说有一颗善心 这个永远不要退下去 这就是我觉得 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 也应该这样想 临死之前 如果没有退失这个菩提心 应该说是在所有的 获得当中最难得的一个 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 也是以这个桥梁来比喻 实际上是在《花园经》当中 我们前面也讲过 有些教言里面说 用二百二十个比喻 来宣说菩提心的功德 那么这里也应该知道 让大家生起欢喜心 让众生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他这里用 太阳和月亮的比喻 来宣说菩提心的功德 也就是说 所谓的菩提心 实际上是遣除无量众生 相续里面的烦恼障 大家知道 所谓的烦恼障 就像弥勒菩萨所讲的 吝啬等分别念所谓的烦恼障 也可以说对解脱 起障碍的心 叫做烦恼障 那么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 烦恼障取出的根本 也应该说是这颗菩提心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菩提心没有 我们可能有些人 这样想不一定吧 比如说阿罗汉相续当中 烦恼障全部断除 但是阿罗汉没有菩提心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也以前辩论过 实际上所谓的阿罗汉相续当中 像我们凡夫的 四处菩提心也没有的话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阿罗汉把自己所谓的 我和我所说的全部已经断完了 而我们认为我是大乘菩萨 其实我的我和我所说是那么的重 那么人家已经断完了 所有的我和我所指 跟我的一点也没有断除的 两个相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说是阿罗汉的相续当中 只不过是没有 小乘里面并没有强调 并没有名书而已 实际上应该具有 菩提心的成分 没有这样的话 我和我所指也根本没有断除 大家知道 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断除自私自利的心 让众生获得 但让众生获得的话 实际上阿罗汉宣说佛法也好 阿罗汉也有很多很多 无量的功德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断除烦恼障的根本因 也是实际上是这个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应该说 就像垂禅的日论一样 遣除我们众生 相续当中的所指障 对辨制障碍的所指障 所谓的所指障 我们前面也讲过 成为习气部分的一种所指障 那么断除所指障的 唯一对质 这也是这个菩提心 当然这个应该大家都清楚 如果获得了菩萨也是 但是相续当中的大悲心 菩提心没有圆满成熟 那他相续当中的 细微的无名习气 并没有断除 因此菩提心断除二障 断除二障的唯一根本因 当然依靠菩提心 最快的速度当中 断除二障 获得功德的这些教言 在《华严经》和《妙碧情文经》 当中有广说的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也应该翻一翻 翻开这些大乘经典 看看菩提心的功德 到底是什么样的 让菩提心有如是功德的 这种合理性的道理 龙猛菩萨在《宗观宝马论》当中 也宣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也应该有时候 也看一看《宗观宝马论》 《宗观宝马论》里面 关于大乘修学的功德 尤其是菩提心具有 如是功德的合理性就讲得很清楚 当然我们菩提心最究竟的功德 是谁先说的呢 实际上是寂天菩萨和龙猛菩萨 也是依靠次理来并没有宣说 所以我们《入行论》 第一个颂词也可以看出来 佛陀没有宣说的东西 他这里也没有说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的功德 有些教言书当中 是这样讲的 实际菩萨也并不能圆满地宣说 应该说一切辨知佛陀的境界 菩提心的功德 应该是佛陀的境界 不管怎么样 凡是我们日日也应该行持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的能力和作用 任何一个善心无法相比 所以阿底峡尊者当年也是经常 他喜欢念一个偈颂 他经常说 他这么一个偈颂 经常念诵 所以在印度也好 或者藏地许许多多的一些高僧大德 阿底峡尊者赞叹菩提心的偈颂 也经常念诵 就供固自相续当中的这颗善心 为了供固自相续当中的这颗善心 而经常念诵 所以有了这个菩提心 当然我们修行是圆满成功的 断除障碍也好 积累资粮也好 都非常圆满的 以前有一位格西 叫做宁仁巴格西 宁仁巴格西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只要生起了菩提心的话 那么积累资粮和 断除障碍和修行成就等 一切的一切 就依靠他而圆满完成的 他始终都是讲 通过他自己的起身体会来 宣讲这样的功德 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 我们以前在讲 其他法的时候也是提过 比如说以前阿底峡尊者在列堂 在列堂的时候有一次 从印度来的一位修行人 阿底峡尊者特别喜欢 打听一些家乡的事情 他就马上问 印度现在有什么样的习气故事 有什么样的说法 他说没有什么别的说法 现在印度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修西金刚的瑜伽士 他当时没有修好 后来获得了欲留果位 然后阿底峡尊者说 哎哟哟 哎哟哟啊 那多荣幸啊 没有堕入地狱多好啊 他意思说 没有以菩提心和出离心 摄持的修行的话 很有可能堕入恶趣 或者堕入恶趣的危险性 因此当时幸好他没有堕入恶趣 得小声果位倒算是有运气了 不错了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吧 《文殊根本序》里面有一个人 他修大卫的 后来也是转到地狱里面的一些故事也讲过 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摄持菩提心 没有修持的话 那以什么样高僧莫测的一些大圆满 大树营 禅宗等等 这些法要也是最后堕入恶趣 或者堕入轮回的危险性 因此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习净土教言的时候 后来很多居士 很多有些修行人 在我们的体温里面辩论 说没有菩提心的人可以往生 如何如何 我看见有一个老太太 她已经往生了 所以她没有菩提心 可能这些人以他心通来观察 这个老太太没有菩提心 因为我是一般看不出来 表面上看来这是老年人 或者看来没有文化的人 但是她内心当中 有没有菩提心 也不好说 即使说当时她没有菩提心 当她是往生的时候 她的相续当中 不存在菩提心的这种教证 我也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有些人认为 菩提心没有也是随随便便 可以能往生 但这一点恐怕是 你们用教证和理证来宣说 有一定的困难 总的来讲 我们这个菩提心不可缺少 一旦缺少 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功德都是得不到的 因此平时我们怎么说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方面对大乘菩萨的功德 具有信心 兴趣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乘修行人平时对菩提心 看比较重视 这是一种境界 我们有些人受加持的时候 有些人说 哎 我回去的时候要很顺利地回到家里 你加持加持 我不要我生生世世 拉肚子等等 但我觉得这些加持 和这些愿望不太好 有些人 他还是很不错的 哎 你加持加持我 对众生多做事情 你加持加持 我的菩提心不要推上 一看的时候 哎 这个人可能是个大乘重心 一看 有些是根本素不相识的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 表面上看来还是衣服也穿得脏 头发也是脏得不太那么好看 这样的 但实际上 哎 这个人可能心还是很不错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从言谈举止上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发心 他经常的这种爱好 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总的来讲 大家千万不能 望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 十般正法如 所处妙体肤 那么这颗菩提心 不仅是断除二障的对质 而且它是 搅拌如来正法如指当中 所提炼出来的最精华 最纯洁的这种体肤 体肤所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 三藏十二部 或者八万四千法论 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菩提心 华智仁波切在前行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吧 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 所宣说的目的 就是为了宣说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如果离开了这个菩提心 那么修什么高僧莫测的法 最后没有任何利益 应该在前行当中大概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所有的 八万四千法门全部 它这里就像牛奶一样 以这种比喻 牛奶没有通过搅拌 不可能提取它的所有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通过依止上知识 通过闻思 闻思修行以后 才能得到菩提心的净化 如果没有这样 得不到的 如果得到了它的净化 那释迦佛的所有法要 不仅是释迦佛 而且未来过去 现在所有十方三十诸佛 诸佛菩萨所得到的妙道 也就是说 这种殊胜的果本 全部是依靠这个菩提心 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所有的法门当中 最珍贵 最精华 最好的东西 因此大家千万不能想 现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我去学一学 有时间的时候就看一看 不能以这种心态 因为学习《入菩萨行论》 和学习大乘佛法 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首先是 你还没有得过 之前是你自己的事情 为自己的事情 在别人面前 也不要讲很多的条件 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我们学习的气氛 在有些地方来讲 是非常不错的 有些地方 自己都可能业力现前吧 经常是讨价还价 有这种情况 从总的来看 我觉得在藏地来说 在寺院当中闻思的气氛 是应该说很不错的 因为藏地每一个寺院当中 基本上有一些法师 而且学习的一些大乘 威士 积虑 五部大论 都在学习 很不错的 然后在在家人当中 有些理论性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 没有普遍的传开 原因可能一方面传统上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限制 再加上大多数也有一些文盲的 在藏地也有一些这样的人 所以从藏地的地方来看 应该学习大乘佛法 在寺院当中是比较兴盛的 然后从汉地来看 我觉得学习大乘佛法 我的感觉 应该在在家人当中 还算是好一点 因为在家人 在很多居士的团体 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集中 闻思 讨论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一点 有些寺院里面 可能每天忙于一些借贷 买门票等等 有这些方面的事情 有些他们自己在 有些佛学院 开政治课 法律课 音语课 还有等等 有一些卫士等等有一些 然后自己也对真正的 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法门 还是开得不多 这一点我也并不是 诽谤哪一个道场 并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汉传佛教 有些寺院的出家人 应该在闻思方面 值得还要进一步地加强 否则在寺院当中 没有闻思 我想在家人学习 毕竟他有一些家庭 工作 还有一些 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别说别的烦恼 光他的头发也是特别大的烦恼 每天都是为了头发 也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家人当中 真正弘扬大乘佛法 恐怕不是特别的现实 但是汉传佛教的 有些寺院里面 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 传统方面有一点原因 历来都是像藏传佛教那样 辩论或者一些辅导 或者有一些 一直把所有白天晚上的时间 用在闻思上背诵等等 这种现象特别少 当然是极少数的有些道场 还是有一点 但是没有像藏地那样的风气 我想以后有些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有些出家僧人 应该自己稍微有一点能力 不仅是在这些基础的法门 大乘非常重要的一些法门 不仅是在在家人的一些团体 和人群当中推广 而且最更重要的是 在寺院当中 在一些佛学院也应该推广 这是并不是为哪一个民族 并不是为哪一个人取代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对自己的这种佛教文化 或者佛教知识提升 应该说弘扬佛法 有非常大的利益和贡献 所以我想 我们通过一些推广 大乘佛法学习的经验 学习的情况来看 有些寺院真的是 可能水平也有一点关系 我在一个地方传讲《心经》的时候 在家人全部知识之中都听了 然后出家人 属下一个寺院的出家人全部来了 到了中间的时候 他们的大和尚不想听了 听不懂了 回去了 然后逐渐逐渐 只剩下一个小萨蜜 所以我当时有点伤心 但伤心也 我来讲都是没有什么 凡是我讲一遍心经 无所谓的 这是一堂课的时间 我后来当然这也是不代表 所有的这些汉传佛教 但是有个别的地方 的确是有这种现象 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 有些人还是在别的一些 在家人的团体当中 一直是没有简短的 一直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在有些寺院当中的情况看来 并不是这样 并不太理想 所以有些情况大家也应该 站在比较公正的纵线上 看左右 看看我们现在的佛教 谁在弘扬 以在家人来弘扬 还是以出家人来弘扬 那么如果是出家人来弘扬 依靠那些高僧大德来弘扬 这方面应该值得考虑 那么刚才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应该说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最珍贵的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吧 佛与堕戒 甚是为坚持决心 最饶益吧 前面已经讲了 意思大家都是会明白的 因此释迦牟尼佛 也是觉得这个菩提心最珍贵 对众生是最有帮助的 我们以后也是应该 尽量地像阿里西亚尊者那样 到哪里去 菩提心 菩提心 首先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 后来逐渐逐渐也知道菩提心了 就像我们藏地 华智仁波切弘扬如心论一样 华智仁波切没有出世之前 不管是萨迦派 格鲁派 整个藏地的佛教当中 并不太形成的 华智仁波切的七道文 当中也是说了 他就是寂天菩萨的化身 真是这样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自从华智仁波切 降生到这个世间以后 那么藏地的 各大寺院里面遍地开花 可以说《入菩萨行论》 从此开始 各大寺院里面去弘扬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 在各大寺院当中 大家寺院里面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 聚会团体当中 能不能把《入菩萨行》和菩提心 作为我们弘扬的重点 这样的话 应该说对所有的众生 有非常大的注意 下面就是说 大乘佛法的醍醐 一定要看着菩提心 千万不能看着 传法的醍醐 人民币 有些地方 原来法王去香港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僧人 说 开玩笑 他说 我们这里把红包 当作为是 搅拌针胶的 肉质里面所出现的醍醐 意思是什么呢 有些上师开始传法 传法相当于 也是搅拌如来的正法如指 然后最后逐渐逐渐 得到了一些红包 这个红包认为 提炼出来的体货 这种看法对我们佛教 是有损的 不合理的 以后我给别人灌顶 我给别人传法 我给别人打瓜 做什么什么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 得出人民币的体货所有 这样不太好 大家应该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搅拌这种如来 如指 他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流浪 漂泊在山有的路途当中 就是每一个人都想 希望获得了他的快乐 如果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获得快乐的 唯一的妙要 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 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 能满足所有大全世界的 一切众生的心愿 所以我们只要想帮助众生 想饶益众生 这个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在云云众生的世间界当中 有无数的众生 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 以前著名的耿耿琼波大师 他也是在讲过吧 我们经常也引用过这个教证 没有眼睛的蚂蚁 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奔波 没有四肢的蚯 也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奔波 总而言之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快乐而忙碌 这样说过 实际上也是应该这样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上至梵田 下至地狱众生之间 所有这些无可及数的众生 实际上是每一个都要想 获得自己的快乐 但真正获得快乐的这样的众生 有多少呢 也可能非常少的 有时候我们经常到 一些大城市里面 有些都市里面的时候 那里面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来来往往的 有时候看来 有些人为了赚钱的 为了搞生意的 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 买东西等等 这样那样的人 有时候看起来 好像蚂蚁血痕 跟迷洪窝没有什么差别一样 但这些人为了什么而奔波 为了什么而忙碌呢 就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 所以如果像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奔波的这些众生 相续当中生起了一瞬间的 或者暂时的菩提心的话 那么他们的 一切的一切的愿望 全部都已经积聚了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在山上寂静的地方 就是为了众生而修菩提心 那么他们的生活 也非常简单 自觉全部都是非常平淡 非常简单 可是他们心里的快乐 随意可能比喻不出来 而现在世间上外面的世界 特别富裕 或者有地位 有财产的这些人 心里面有没有快乐呢 我觉得上至国家主席 和下至乞丐以上的人的快乐 应该说是很少的 没有修行论的禅德 就是没有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缺少菩提心 现在的世间人 如果有了菩提心 那么这个心 应该说是很快乐的 很开心的 他的生活 过得应该很美好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应该一方面 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话 不可缺少 这个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你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人 帮助社会 帮助其他的众生 应该以传播菩提心的精神 或者以菩提心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众生 对众生是最有利益的了 最有利益的 因此我们始终都是把菩提心看作 我们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东西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我们自己知道 菩提心的这种可贵心 那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始终都是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的 如果没有这样 好像对利他的这种菩提心 不会有什么兴趣的 就像以前高僧大德那边 高僧大德所讲的那样 在恶狗面前放枣叉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那这样 我觉得也是不太好的 希望大家应该把 善法和大乘的修法 不要放带有黄病 淡病的人面前 放一些有利的食品一样 一点兴趣都是没有 只要一说利益众生的时候 好像无所谓的 今天要帮助弘法利生 你们可不可以报名啊 那有些人虽然没有录取 但是名字报上说明这个人 是真的有菩提心 不管你是葡萄员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有些人嘴巴上说的 还是很不错的 行为也是经常比较如法的 但是好像只要是 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从来都是不闻不闻的 而且有些人也是从这种行列当中 马上要退下来 这些人看了以后 哦 这个就是独觉到的人 这个我们一看的时候 应该说是 帮助众生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兴趣的 利益自己的时候 或者自己寻找的时候 哦 这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一看都是他的中心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以后 不管是什么样的 只要利益自己的时候 少参与一点我觉得可以的 然后帮助众生 什么样的行列 什么样的项目 大家还是应该积极地去参与 这样我们培养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真的有非常大的利益 我们现在就像是 学生正在锻炼一样 我们相续的这种利他的心 不可能一天就马上 已经到了一地菩萨那样的境界 不可能的 很多诸佛菩萨相续的境界 多生累积里面积累出来了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 有个最好的开端 临死之前一定要想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这个菩提心是我所有的家产当中 我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当中 我这个菩提心千万不能让一些 实惠正知正念的小贼投下去 不能这样的 这个是一定要保护 其他我家里的东西也好 外面的东西全部都没有 也是无所谓的 始终都有这样的一个心 我觉得我们的修行 应该会有进展的 那么这以上 自己生起欢喜心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什么欢喜心 我还是感觉 还是不错的 虽然相续当中 没有什么空空的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讲这样的道理 还是很有福报的 虽然我相续当中没有 就像龙子他唱歌一样 他自己都听不到 自己唱的 但是别人如果听起来 有一种欢喜心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所以我想你们有些人 真的对菩提心有一种兴趣 将来有一种可贵心 这就是我们宣讲这篇的目的所在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令他欢喜 最后应该有这样的 我今日 菩提心生起来的当天 我们现在已经 自相续当中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我在所有的十方诸佛 金刚上师 诸地菩萨面前 也应该迎请所有的众生 地狱 饿鬼 旁生 人间的所有众生 我要迎请 迎请他们 作为最好的贵宾 请他们 我要给他们 赐给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要请一个客人 那一定要给他吃好 一定要给他照顾好 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 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不高兴了 那么我们请所有的十方众生 然后诸佛菩萨 作为我们的见证 请了这些众生以后 我要给他们 给什么呢 我给他们 度化他们 佛陀的无上圆满正等觉的 无量功德的快乐 赐给他们 暂时他还没有到达 这种境界之前 我给他赐予人天福报的安乐 暂时的功德和利益 这是我发这样的愿 因此愿这些人和非人 世间和出世间的所有众生 全部都应该你们欢喜 所以我们平时也应该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 如果真正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人 他始终都是觉得 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善根 以及身体 全部都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那么这样一来 任天所有的众生 生起其他的欢喜心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了一个菩萨 实际上世界真的 增添了一个美好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 任何非人也是自然而然 消失他们 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以前有些 大德门的教言当中也是有 只要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哪怕这个人的声音 别人听到了 然后他的色相 别人看见了 或者说他的任何义愤 别人享受到 那么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得了无上的善根 剥下了解脱的众者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真的具有 菩提心的这些高僧大德 非常难得 即使众生见到他 接触他 依恋他 观想他 什么样的结缘 直接或者间接去往菩提正道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对身份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 对地位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高贵品鉴 应该说你的相续 如果成为大乘的法器 堪为法器 然后自己相续当中 有了这样的尼克星 别人欺视你也好 别人欺负你也好 但实际上 你就是成了众生的护主 因此我们在所有的众生面前 也可以这样说 所有的人天众生 你们应该生起欢喜心 我现在已经成为菩萨了 这是我们每天念诵当中都在念 但是实际上 可能你们有些内容不一定知道 我们每天都在念 我现在已经成了菩萨了 你们不要伤心 你们应该快乐 我一定会救度你们 到一定的时候把佛的快乐 菩萨的快乐 一定会赐给你 这样一来 你也是离苦得了 你也是不会在轮回当中受苦的 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念 经常这样发愿 其实外面的一些 邪魔外道 一些妖怪 一些妖精 或者说一些仙等等 这些也逐渐逐渐 他们相续当中的一些怒气 相续当中的一些嗔恨心 全部会消失的 逐渐他们也是帮助修行人 帮助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现在缺少的就是菩萨 自私自利心比较强的人 多得不得了 到哪里去都是这种众生 但实际上真的 世间当中却有利益 他众这样的心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德 那么整个世界 也是变成快乐 就变成快乐 因此我们大家平时也可以 这样的串习 很重要的 大家修行 忏忏 做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以菩提心来摄持 那么这一生上 按照华智仁波切的教言 我们刚才所讲的 菩提心在自己相续当中 没有生起的 让他生起的善品 第一品要讲功德 第二品讲积累资念和断除罪障 这是菩提心的前行 那么第三品当中 品名也叫做受持菩提心 所以我们首先 比如说买一个东西 知道 这个功德 它的功能如何如何 你就产生了兴趣 然后买这个物品 需要什么样的资金 然后遣除什么样的违缘 这方面也要考虑 然后已经获得了这个菩提心 获得这种菩提心 或者你买到了这个物品以后 你就心里很高兴 比如说没有空调的人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首先打听一下 哦 那个厂里面坐的空调 听说是很不错的 然后你就知道了它的功德 然后知道它的功德的时候 看我钱包里面的钱够不够啊 然后算说 哎 应该可以的 七百八十三元四毛五分钱 那应该可以的 我去买啊 买完了以后 你看家里一用 一用的时候 很快乐的 很舒服的 哎 可以啊 今天买了空调 又空调了 哎 多好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 那么以后怎么样保护啊 这个问题 下面可能我们这个 菩提心没有得到 已经得到了 大家都生起欢喜 让众生也欢喜起 我家里有空调了 你们大家都来啊 可以在这里 然后自己也是很快乐 我现在如何如何 但是所谓空调的内容 如果冬天讲 不一定有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菩提心 确实是这样的 菩提心相续当中生起了以后 自己也生起欢喜心 然后众生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但是以后我们用正知 正念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修持 现在我有了菩提心以后 我光有了菩提心就不行了 下面开始从戒律度到安忍度 一直到智慧度之间 六度万行一直要讲 讲下去了以后 最后就说回向 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前面的三瓶 再加上最后一瓶 第十瓶 这四瓶叫做入行论四瓶 入行论四瓶 入行论四瓶 每一个小僧人以上都必须要背 寺院当中有这样规定 如果你全论全部不能背的话 那么前面的三瓶 再加上最后一瓶 这四瓶一定要背诵的 有些刚开始学大乘佛法的时候 必须要背诵 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你如果根机特别差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想你们也应该背诵 我看有些道友现在七十岁 六十岁的人还背得非常不错 应该如果他们有这样兴趣 有些年轻人没有必要 天天都是为了吃吃喝喝 其实人的水平跟真的 有时候人的素质 跟学问有一定的关系 我看我们这里有些人 有一定的学问 平时说什么话 全是讲一些大乘佛法的道理 这个时候很有兴趣的 讲一些无关紧要的 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 一些小的事情的时候 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而有些人恰恰相反 讲一些什么小的东西 没有什么重大义的时候 兴趣自然而然就来了 然后一讲到一些 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就好像开始打瞌睡 或者不太愿意听 其实在世间上的任何人 真的对人的素质 人的这种智慧 他的平等 就是平时自己的言行举止 有一定的差别 希望大家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多谈一下 多想一下 多说一下 这是应该可以的 然后不是特别重要的 有些问题 你讲也可以 不讲也可以 平时我们每次下课的时候 大家都哇哇哇哇哇就闹哄哄的 但是说的是重要的 还是不重要的我不太清楚 希望大家也应该观察 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言语 应该来说 有重要的语言 有智慧的人愿意讲 一般来不是特别的重要 应该就观察观察 这是末科仁波切在《君规教案论》 专门讲一些语言品的教言 好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是末科仁波切在《君规教案论》 中文规教案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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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